发烧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仲彦 癌症是全球死亡主因之一 在台湾每4分19秒就会有一个人离癌 但相对的医疗科技也不断进步 近20年来治疗癌症的方式更多元 像是标靶治疗 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点开发标靶药 近年更有免疫疗法 以驱动自我免疫系统方式对抗癌症 但不论新科技或新药诞生 费用都非常昂贵 像是治疗肺癌的标靶药物 泰格沙一颗药价4132元 并有一个月光是药费就要付12万以上 一年破百万元的高额费用 一般家庭根本难以附和 曾有病友就感叹 难不成真的是有钱判生 没钱判死吗 看来之路不只要面临到身心持久战 恐怕还是一场金钱消耗战 记者陈彦山 王中翰的专题报道 难道他没有钱 那他就必须等死吗 每一个月要负担一个月10万20万以上的 这个药物费用 他根本想都不敢想 因为娘家人是觉得说 我妹妹你一定要救嘛 你老婆啦 可是那个先生就很为难 因为他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的经济是有困难的 4132 钱上三十 4132元是一颗药的钱 敲着计算机 这牵动着邱小姐 每月要自付的药费 四年前他检查出 罹患肺腺癌第四期 一开始先用健保给付的化学治疗 后来人无法控制病情 却认为特定基因突变后 目前接受标靶药物治疗 他每个一天就要服用 两颗名为泰格杀的标靶药药 因为不符合健保给付条件 一个月光是药费 就要自费12万以上 像我曾经发生 就是又要泰格杀 又要打癌痴停 那我的保险已经不能 超过我的保险给付范围了 那我之后就跟医师提出来 不行 我就跟医师说爆了 医师听不懂 他说爆了 怎么爆了 我说我的保险的上额爆掉了 摊开邱小姐的癌症账单 一个月要服用 30颗泰格杀标法药 每月需付约12万3000元 另外每三周 施打一次艾斯廷注射剂 一剂要5万元 加上癌症病友 服用的营养补给品 1万5000元 离开期间 她做了一次正子断层噪音检查 两次基因检测 就花了约20万 一年下来大约要自费200万 虽然有部分保险分担 但邱小姐跟先生早已退休 两人只能靠积蓄过生活 又不愿意孩子 为自己分担经济压力 举手下 她选择放弃注射 每三周施打一次 要价5万元的注射剂 我不会想说 我要不断地掏钱 因为我也不希望说 因为自己离病 影响了整个家庭 然后让子女 好像工作为了要给这个妈妈 付医药费 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好的 像邱小姐这样的案例 很可能只是许多 癌症病友的缩影 甚至还有病友 因为没有保险 面临庞大经济压力 只能放弃服用 续命关键的标靶药 有钱盼生 无钱盼死 是病友间流传的感叹 她是太太 就是一直 她也一直 因为她一直在被癌治疗当中产生抗药性 所以她就一直 就是都一直在用这个标靶性药在治疗 先生在一直支付到后来 有一次先生就告诉她说 我只能支付到这里了 再来也没有能力再付 这样子 在目前为止 台湾的民众如果碰到抗癌的这些药物使用 需要自费承担的时候 的确没有一个好的答案 可以提供给民众的参考 根据癌症希望基金会统计 2022癌症自费调查报告 从离癌开始 有47%的病友回零期 第一期及第二期 自费金额在20万以下 而25%为第三期及第四期 所要负担的自费金额 落在100万元以上 或150万元以上 大多采取标靶药物治疗 以健保给付癌症之初 连续四年未居首位的肺癌来说 最新的标靶药泰格沙 历经五年申请 终于在109年4月纳入给付 当时约有850人受惠 但健保署却在111年4月修订规定 其中给付条件的低点改为EGFR 有脑转移的肺腺癌病患 低限治疗 受惠人数仅剩约400人 可是这个费用就很贵 你刚才有提到 这个费用一年可能要花健保署 好几亿的费用 所以在不得已的考量之下 健保会请专家来讨论说 如果无法全额来做 这样的负担的时候 哪一些人 哪一些病人是有机会 最受惠于泰格沙 使用在这群病人身上 针对癌症用药给付资格的线缩 追根究底 恐怕还是来自财务问题 像标靶药泰格沙 109年纳健保后 低年总额就近19亿 第二年更超过40亿元 超过预估的14亿及16亿 加上对脑转移病患具治疗优势 因此限缩给付条件 进步调阅健保署 有公开的8年资料 发现健保给付 恶性肿瘤的药费支出 年年增加 从103年度的约294亿 增加到110年度的约551亿 而整体医劳费用 给付从103年的约751亿 到了107年 已经突破千亿 110年更高达约有1248亿 健保给付癌症支出 也从103年 占总额的1乘6 增加到110年的2乘5以上 健保给付癌症支出费用 不断成长 但健保收入却是从107年到110年 连续5年赤字 虽然111年由付转正 但主因是补充保费收入多 仍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其实每年从106年到110年 每年都是大概是7.7%的成长 都是高于我们整个总额的成长率 所以对癌症病人的照顾的部分 其实健保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分摊了很多迷癌家庭的经济的负荷 根据国建署统计 2020年国人新发生癌症人数为 12万1979人 等于每4分19秒就有一人离癌 医疗技术的进步及新药的开发 都让癌症存活率提高 但需要付出的金钱代价也只增不减 台湾虽然有健保 但给付新药速度与国际相比 却相对缓慢 以第三代肺腺癌标法药来说 台湾在109年4月纳健保给付 已经晚日本4年 而美国则在106年上市 并纳入许多大型保险给付 今年3月有13个病友团体联合声明 希望修订癌症防治法第16条 设置台湾癌症新药多元支持基金 英国他们针对新药的部分 提供一些由国家做的这种 我们称为Cancer Drug Fund 来针对比较新型的抗癌药物 有好的机会让政府 相关的单位来设计出一套 好的制度来分担这样的困境 病友在用一些癌症新药比较贵 所以他在用这些新药的时候 他可以在银行这一边 他可以有就是比较好的条件 他可以得到一些贷款 然后分起付款的方式 在这个今年的2月的时候 我也特别去了一趟英国卫生部 也请教 那我想我们会进一步的再去 因为也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也有类似的做法 但是都有不同的操作 那怎么样能够提早的提供给病人 即时上的需要 但是又能够不去危害到 因为我们整个健保需要永续经营 那么不让这个健保的财物 那么产生危机 原胃癌或者是第一期 基本上开掉 他不会固化 蔡君明医师有超过40年资历 是国内治疗肺癌的权威 也限制癌症医疗进展的历程 他说过去治疗癌症 只有化疗可用 病人还要承受极大副作用 特别是肺癌 当时存活率只有半年 而现在使用标靶药 可达3到5年 在那个时代 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说 肺癌的病人 你如果要让他早点死 就给他发现治疗 副作用更大 这差不多是44年前的事 特别是最近几年 新疗的发展很快 基因的检测也很有进展 因为我个人就从最开始 那困顿的时期做到现在 所以感受特别深刻 癌症疗法仅20年来 持续有所突破 2004年起 临床上有所谓的标靶治疗 针对基因突变点 开发标靶药药 近年更有免疫疗法 每年也几乎都有抗癌新药推出 可以更有效对抗癌细胞 美国国家癌症资讯网的治疗指引 甚至一年可以改版6次 但相对的费用也跟着倍增 癌有不止要面临身心持久战 恐怕还是一场金钱消耗战 健保要cover到所有的人的成本 会越来越高 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些人事实上因为医疗 他会造成他的整个财务 造成他的整个家庭 其实会出问题 是不是开始要思考 就是我们过去事实上 是以所谓的所得 作为这整个社会保险的基础 我们必须要把一些 所得税以外的可能的收入纳进来 例如说我们是不是在财产 而不是是透过所得 面对医疗科技持续进步 未来医疗成本将更高 健保上路近30年 恐怕需要实时检视 莫忘健保设立初衷 打造就意平权 而非在这场生命与金钱之间的拔河 失去信心 而是能相信 人生走过一幕风景 希望就在前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